Keyboard热搜大头条 我们就要带您关注时代力量 虽然秘书长昨天发了新闻稿 说他们在草拟总统候选人提名办法 然后呢是以征召立委黄国昌为优先考量 但是他们内部是不是没有先讲好啊 因为呢决策委员就质疑 相关的办法都没有经过我们决策委员会讨论 难道是在玩黑箱作业吗 那还有委员就批评哦 说这个可能会酿成更大一波的退党潮 而现在到中国去玩 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很恐怖的行为 因为根据海基会统计 2016年至今这三年来 已经有149件国人在中国失联的案件 那当中呢还有67个人 在这三年来至今哦是下落不明的 那我们看看这几年被抓的 包括李明哲啊李孟居 他们都是被指控危害国安 所以被逮捕 好那德国则是有民众向国会请愿 希望德国可以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那要怎么样才有可能获得国会的关注呢 好就是要在10月10号之前 获得全球5万人以上的联署 那德国国会就会公开讨论这一份请愿书 外交部说表示尊重 而且会继续深化跟德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说到我们的邦交 又有邦交国是要拉警报吗 土瓦鲁有台派的总理下台了 那邦交可能也会出现警讯 外交部说有掌握讯息 但是呢目前新的总理跟我们的大使馆 互动是密切的 而且邦交稳固 所以呢他们会持续注意后续的发展 好那郭台铭为什么会想要找柯文哲合作呢 甚至还想要找他当副手 赵绍康有说那是因为柯文哲从来没有跟他要过一分一毛钱 即使到现在也没有 所以呢这一点让郭台铭觉得柯文哲很难得还不错 本日竞选新闻要关注高雄市这几天发生了好多起的暴力冲突事件 那警政署的署长陈嘉青 直接就要求刑事局长黄明昭南下去坐镇指挥 要全力查气 而且呢要进行街头暴力的扫荡 那不止如此哦 我们现在看到甚至包括徐国勇也说 他明天也要南下 只不过呢韩国瑜到底是不是因为把心放在选总统上 都没有在关注他们这个高雄当地的这些治安乱象 今天他也终于说了 他说再乱下去就换掉局长 车骰刚停下刑事局长黄明昭就快步要走进高雄市警察局 他特地南下高雄 就是因为这里的治安太差了 署长非常重视 特别要求刑事局要结合高雄市全力来查气 韩国瑜管不了那就内政部来管 国内刑事警察龙头亲自出马作证 上一次是这个案子 今年六月屏东潮州陆战队员当街被枪杀 刑事局长蔡仓博亲自指挥 难打中心办案 这一次小混混打架 韩国瑜好几天搞不定 干脆内政部自己管 高雄的治安在这几个月确实有一些 这个不断的有一些暴力的状况出现 那也明显的显示出这个高雄治安 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整顿 内政部话说得很重 这下警政署皮绷紧 不但比照重大刑案 每天开专案会议 更升高层级 原本由派出所和分局处理 接下来可能由高雄市刑大和南部打击犯罪中心 因为再不处理好 连部长都可能要自己来 民论率反应结束 我也会亲自到高雄 去看整个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当时我讲重中之重的时候 那他还不高兴 那现在我要请我们的高雄市长 我们现在总统候选人 我们韩市长要了解 因为你是总统候选人 高雄的委员是非常重要 当初风光接下硬性 高雄市警察局长李永奎 曾经当过中山分局长 辖区如此复杂都能处理得好 如今两派人马打不停 李永奎乌纱帽岌岌可为 对前任分局长 我们提出最严厉的警告 再类似发生这种暴力犯罪事情 我们一定要撤换分局长 再下来如果再不行 警察局局长本人就要负责了 韩国瑜管不动 只能靠中央出手相救 只是管好治安 本来就是市长的责任 治安继续烂下去 高雄市民恐怕无法 安居乐业 三级新闻台北同报导 高雄市民恐怕无法